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 大陆18日实战军演 六本镜特朗普四分镜台独中国解放军4月18日80至24时将在台湾海峡水域进行实战射击军事演习 两岸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大陆针对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近期台独言论以及倒霉台独组织推行台独分裂活动发出的警告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小光13日音讯表示 我们已多次表明坚定反对台独的严正立场 我愿再次强调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此中国国民党签立委孙大千认为此次实战军演的意义应该是六分进特朗普四分进台独 孙大千称首先台独势力一厢情愿的把2016年民进党的大盛视为台湾人民选择走向独立 因而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同时蔡英文又因为陷入领导危机不敢表态而无法加以约束 其次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数度毫不避讳的公开宣誓及台独信仰 自私且任性的牺牲台湾人民的利益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当美国特朗普政府藉由加码台湾作为迫使大陆在贸易利益 以及国际政治上屈服让步的手段时 大陆需要顺从民意 自然必须同步采取反制措施 以避免情况恶化 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和美国对台湾台的操作还不收手 或者无视大陆的警告 继续越走越远 必定会迫使大陆做出更强而有力的动作加以遏制